今天全台各地天气都是晴朗舒适 明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是不是也会是好天气呢 我们马上来请教气象主播老外 是的 独悉各位观众朋友 爱好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今天是一周的开始 相信大家在今天都很开心 也都没有所谓的周一郑后群出现 毕竟明天还有一天的休假日 而就今天的天气来说 各地的状态真的都很好 而且白天不仅太阳高光化 温度更是不断地在往上飙 但这个时候也让不少在户外活动 甚至是季主的民众吃了不少苦头 至于明天在天气上的变化是如何 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卫星云图 一起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看 明天的天气会不会跟今天一样好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们附近云量少 相对来说水气也就跟着着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 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但是如果有要在明天把握最后一天的假日 出去玩的朋友提醒您要注意几件事 在户外活动太阳大紫外线的强度是很强的 所以这个防晒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接着就是在我们附近天气好的关系 再加上没有什么风 所以明天温度高 这个适时的补充水分要避免中暑 接着要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就是因为受到空气扩散条线不好的影响 所以这个空气品质似乎不怎么理想 所以呼吸到比较敏感的民众就要多加注意 而关心完了天气上的变化至于 明天在温度上的呈现又是如何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明天在温度上的一个呈现 而这几天的温度可以说是不断地在往上标 而今天的最高温就出现在嘉义有接近到28度 而到了明天可以清楚看到 在我们附近的风向主要是 催东南风甚至是南风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的温度 跟今天相比变化也不会太大 预估在北部平地地区的最高温 可以接近到30度 而在整个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温 甚至会突破30度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一定要提醒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活动的观众朋友 这个天气好加上水气少的关系 就是夜间的温差会是比较大的 往往会有接近10度左右的落差 而在整个东半部地区的民众 明天在平地地区的最高温 会达到26度 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热了 所以接着要带我们的观众朋友 注意到的是 如果要前往海边游玩的话 可以看到在我们附近的等压线 其实是很密集地表示 在近海的风力都很强 风浪也很大 所以明天预估近海最高的浪高 会超过两公尺 所以在海上周围的渔民朋友 要多加注意自身的安全 注意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奇效 我来讲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一个星期的开始 天气就很好 而我们也预估 好天气一直可以维持到星期六 之后随着封面接近各地的降雨的机会 才会增加 但不管如何在这之前 大家就好好享受这样的好天气吧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你一切顺心平安